大家好 来这期节目的话呢 咱们这个还得聊聊小崔啊 本来呢 我今天其实事儿也不少 这个不准备做节目了 但是 偶然间吧这个油管 推给我一期节目我一看呢这个 让我甚至是 感觉是 很悲凉啊就是我看到小崔啊 在他最新的一期 节目里面的话呢跟一个减肥药 又杠上了这减肥药呢就是 有一个叫做多厌瘦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好像是那种 益生菌酵素 类的这种什么 什么就像就像那种 这个什么果胶似的吧我也不知道 就一条一条的那种直接喝的 然后呢 他自己这个日前其实也买了一部分 然后他自己吃了以后 的话呢就感觉那个东西就是个泄药 他觉得 这个完全是一个骗子啊骗子的公司 让他觉得有些这个 差异的呢是尤其里面的话呢 是出现了几个啊大家熟悉的 这个社会公众人物的名字啊像这个金星罗永浩啊 像这个模特胡斌啊都是或者是参与直播或者是给这个产品啊做过一些这个广告吧代言过啊 所以呢他今天又一次的跳出来啊表示 已经是在启动啊这个 这个准备打官司的这个 这个序取了啊已经找了第三方的这个质量检验机构在做这个检验 完了以后的话呢如果证据确凿啊 又要开始他的这个打官司了 我这频道的话呢大家知道啊我喜欢是直接告诉你我的这个结论啊 然后再告诉你为什么啊不卖关子 我看了小崔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我的这个感受就是两句话啊第一句话呢就刚才我说了就俩字儿悲凉 为什么呢 因为让我感觉呢其实以小崔的这种 他的这种个人经历啊甚至可以说是那种斗争的经验 他呢应该是去打那种大流氓 对吧但是俨然他现在呢已经是没有这个功能了啊 就像是就像是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胡罗平洋被犬七吧啊 可能说的就是今天的崔永元啊 他呢原来我以为他的精神状态啊已经恢复的还可以 但是我一看到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知道还是还是不行啊 还是一个完啊 而且呢这次啊可能说大概率啊 他这个可能95%以上啊还是铺个空啊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一会会告诉你啊 呃你要知道像崔永元呢 虽然说他现在啊还能在油管啊这个开个频道说些东西啊 但是他在中国的社会的层面 其实说句难听的啊 社会上的这个公众人物的崔永元其实已经死掉了啊 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社交媒体就是可以去做任何的正常人可以做的任何的事情 他开个频道他说今天哇天气真好啊天好蓝啊 连这都不可以啊 所以说呢 其实你可以想见啊就是本身你说从肉身的效果来说对吧 因为以前的各种事情尤其是跟这个以前对吧 他呢也是怎么讲也是看错了一招啊 这个想去这个挑战啊这个前高法的周强啊 当然最后呢就是下场是一个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彻底怂啊 当他自己的肉身都已经是经历过这个几乎就是走了一次鬼门关嘛 对吧肉身都差点被消灭了啊 然后呢你看他目前的整个的社会的这种属性 又是一个嘴上被贴了25道封条的状态 所以我就说很多人还在他的频道下面劝他什么想开啊 做人要高兴啊 我呢就是对于这种人其实我是最反感的 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不明就里的何世老 你没有那种可以去体谅他的那种心情 请你也不要好像对吧 为了你自己个人的这种喜好 就希望好像这个小崔呢还是回到以前那个 就是演点小品啊或者就是给你开开玩笑啊 能够让你的这个经常被他逗乐啊 那人家现在你看看人家现在过的什么日子 你还要让人家天天对吧 在那卖笑如果是你的话你笑得出来吗 有人说哎呀我希望他能够这个想开一些啊 不要什么什么拉倒吧 把你放在那你想开一个给我看看 对吧他自己都说了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条件了 对吧不管是环境还是任何的这种节目的手段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尽管是在油管那也不能畅所欲言啊 那你毕竟肉身还在中国呀 对吧而且他现在的状态的话呢 应该说是可能说啊这个比较大的概率啊 我觉得此生没有希望再离开中国的这个土地了 啊因为他所涉及的那些东西啊 机密性所涉及的这个人员的级别太高啊 最主要的话呢还是和以前的呃 我觉得30%是因为他以前的这个央视 央视记者主持人的这个身份了解到了很多我们其他的媒体都没有机会了解的这个事情 还有70%的话呢 其实就是因为以前高法周强的问题啊 这个东西你只要碰了以后的话 你觉得他会让你走吗 啊 所以说呢我觉得本来这个人他应该是一个打大流氓的人啊 现在的话呢就感觉把他整个的这个咱们说以前这个你养蛆蛆啊 全虚全眼对吧 什么全虚全眼虚和眼都没了 眼就是尾巴虚和眼都没了 就剩一个对吧 就就就就就剩一枯齿在那啊 就看看了以后的话呢 所以我会说一个悲凉 第二呢我想说就是 这一次啊 可能是95%啊 他又要曝空了啊 为什么呢 这个减肥啊 他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可能这个小崔老师他自己有所不知啊 呃 郑多艳呢 这三个字啊 如果你是问中国广大女性的话啊 尤其是这个二线以上的大城市的女性啊 他一定会告诉你谁是郑多艳 对吧 你你甚至问他谁谁是宋美玲 他都不一定打得出来 你说宋庆明漂亮还是宋美玲漂亮啊 他不知道啊 但你问他郑多艳这个女的怎么样 他一定会告诉你啊 只要吃了油腻的东西 回到家跳几节郑多艳 这个东西我觉得已经 你看我一大老爷们我都知道 这已经变成一个像常识一样的这个东西 而且你说减肥药这个东西 说句实话啊 这个市场又是一个水啊 非常深的一个市场 你要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骗 那我就告诉你 那中国骗的就实在太多了 那你说减肥药里面有几个是不骗的呀 对吧 不是我今天要给郑多艳说任何的好话啊 我我也希望只要他是一个骗子公司 只要是那种虚假宣传 你就给他打到底 你就能把这个东西公之于众 那是最好 但是说句实话啊 我是觉得在这一点上 他明显是 理解错了 以公众对减肥药的这个理解 没有人会把减肥药的广告当回事吧 对吧 我相信所有的减肥类的产品 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 就是食品嘛 对吧 实践字嘛 你知道什么要准字 什么实践字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中国特色 跟中国搞的那个资本主义一样 对吧 他叫什么 他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任何东西到了中国 中国特色 但是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你的智商啊 你要用你自己的脑子去想一想 这个东西本质上到底是什么 当然在中国的资本主义 也就所谓的这个市场经济 他说到底 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市场经济 因为占主岛的还是那个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国家的那只手 对吧 这个是中国的特色 他永远不可能就是长到一定的程度啊 把自己原来的那些蛋糕都交出来 马云就是最好的下场 不是说有人要迷信马云 也不是说有人或者说多崇拜马云 马云之所以能起来能得到大家的那么强烈的共鸣 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很明显的那种红二代或者是官二代的背景 他老爸也就只不过是一个做协的 那又怎么样了 对吧 他能起来其实就是个神话 在中国这种土地没有第二个人了 其他人能起来靠的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啊 对吧 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也有 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说句实话 不说也罢吧 不说也罢啊 这个扯起来就远了 咱们还是先说回这个事情啊 我呢是感觉首先第一个啊 呃 大部分人其实对郑多燕这个品牌的印象 如果你去网上去一搜的话 这个负面消息铺天盖地啊 包括他整个的这个成分射假里面有说他就是用卸药的 什么叫素加益生菌到现在为止 那么多年做广告 对吧洗脑消费者 这个就是不停的告诉你叫素有多强的这个作用 这个益生菌是如何如何啊 但是但是你说每一个人这个有几个人哪怕正在吃的人他能把这个东西解释的很清楚呢 也解释不清楚啊 但是哎 有些人他就会去买 甚至我告诉你连我妈都买 我妈当然不是为了减肥了 她是为了调节肠道的那个军群的这个环境 就是买那种益生菌类的产品 我告诉她 我说你不能吃的 因为我妈属于那种就是就是上厕所的次数 就是比这个普通人还要多的啊 我说你这个吃了以后不是上厕所就更频繁了吗 她说不是她说这个东西是双向调节 结果吃了两天果然不行啊啊 所以我本身对这种产品的话呢 我也是比较的不信任的 因为我就知道那个东西其实它就是促进你的蠕动吗 你想促进你的肠蠕动 那最后什么效果呢 就原来里面有些东西让它出来啊 怎么可能是双向调节呢 这个先不去说他啊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就是 什么实践实践字要准字 就是中国特色国外没有的 国外就是药就是药 或者你去这个 就去那种药妆店买 对吧 不管是shoppers还是其他的药妆店 它里面如果是OTC的药 那也是药 除了药以外的话 都是食品 没有什么实践字的 实践字什么呀 保健品嘛 对吧 vitamin 或者你说那些鱼油那些东西 那个东西其实它就是就是食物啊 拿到那个执照 就就跟你拿到那个什么食物是一样的 你要如果是完全是药的话 那就通过FDA了 什么那个这个实践字 就是中国特色 为什么呀 他给你感觉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养生健体的啊 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呢 我是觉得啊 其实本身公众对于这个减肥药的期待 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他期待 就是一个药到病除的效果 所以你说 而且广告本身一定是夸大的嘛 对吧 你看一个人在里面什么 什么这个吃了各种美食以后的话 那么来一条什么什么来一条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夸大的 你一定要说这个东西虚假宣传的话 那生活里面这种情境就太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小崔呢 这次他这一口啊 完全是咬偏了 而且呢 他他可能自己也许啊 我猜啊 他也许没有听过郑多燕三个词啊 也许他咬的就是郑多燕 也没有一定 对吧 那既然要打的话呢 就打一个名牌 因为说句实话 小崔呢 这个每一次出手啊 其实背后啊 都是有一个为什么的 我自己就有 我的好同学是有过和小崔老师是直面交锋的这个经历啊 是关于转基因的 我本人呢 尽管我的这个关于转基因的这个立场 观点跟小崔老师可以说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一分代表最不支持 十分代表完全支持 我的观点呢在七到八 我估计小崔老师大概是二到三分 甚至是更低啊 尽管我跟他的这个观点跟立场完全是不一样 但是我非常支持 像小崔这种脾气的人啊 在中国是越多越好 但是说句实话 就像他自己讲的 这种人这种脾气喜欢死杠 喜欢极恶如仇 尤其是喜欢讲真话 对吧 那么最后面对你的就是两条路 除非你就是这个东西对吧 就是你当玩啊 挂在嘴上 你也不落实行动 只要你是落实行动 你一定会打到人家利益吗 对吧 那么对于你对于你来说就两条路 一条路的话呢 就是被收拾以后啊 你就是认怂了 或者呢 你就是死磕到底 还是想去做一个英雄啊 或者说想去做一个精英 那么再接着往下走的话呢 那么也是两条路啊 那个就是最终的结局 就是彻底认怂 就是小崔现在的状态 或者呢 死于精英 就这两条路吗 对吧 所以你说你在中国是做哪条路呢 那不很明显的吗 说回这个事情啊 这个事情里面比较敏感的是提到了几个公众人物的名字 像罗永浩金星胡斌 他说这些人的话呢 是他比较敬重的人 尤其他提到一句话 哎呀 让我是听了以后是挺不是滋味 他说这个希望这几个人呢 尤其不要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 指的就是你不要在这样艰难的时候骗老百姓 他说这个时候啊 这个就在现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啊 老百姓太苦了太穷了 真是没钱啊 他还举了个例子 如果他说这个 他自己就是像这种当一个月上个两次 对吧 不管他买书啊什么的啊 就是买那种减肥啊什么的 他说如果一个月三千块的人呢 我心说三千块 三千人民币 你三千人民币的话 你已经把九亿中国人甩在后面了 我们已经步入共同小 这个步入共同富裕 进入小康阶段的中国社会 这个是领导人说的 不是我说的啊 对吧 我们是一个什么 我们是一个九亿多的人 一个月不到两千块啊 之所以看到那个收入被拉上去 是谁拉的呀 你许家印那种人拉的呀 拉完以后呢 拉完以后的话 他留下一屁股的债 他老老婆孩子走了 你能怎么样呢 所以你说你有十个电动车的品牌在那 对吧 闹得欢呢 这个整个GDP拉上去了 是没错 你是领先世界了 你已经变成世界上 汽车制造以及出口的最大果了 当然你从数量 你从金额来说不如人家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已经是最大果了 但问题有什么用呢 你有许家印这种人在的话 他把你十个电动车的品牌 都已经打下来了 而且再说一句不好听的 你电动车这东西牛逼 但问题是老百姓要的是什么呀 老百姓要的不就是一些最简单的吗 什么股票能够涨一涨啊 对吧 包括说你的房子 房子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俨然变成一个什么呀 限购已经各地都敲目尸的 都已经放开了 这个东西跟什么 这个东西不就跟新冠病毒 当时对吧 左一个洗脑 又一个这个跟老百姓说不行啊 这个东西要死人的 这个东西 你看国外每天死多少人呢 结果呢 屁都不放就开放了 不就是一样的做法吗 整个的管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 不用我讲 大家都是有脑子 大家自己会看的 啊 我在这呢 我只是想说啊 我我我想对这个小崔老师说啊 首先呢这个我还是希望小崔老师是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因为革命的本钱 对吧 而且说句难听的 有一天啊 你如果真的壮烈了 你说作为普通普通老百姓来说 当然很心疼你 对吧 但是有很多的人现在他不敢发声的 只有等你壮烈以后的话 哎呀他会跳出来啊 掉那么几滴眼泪 哎呀这个崔永元这个人呢 他其实是个好人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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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说一大一大堆的话 但是在你目前的这个状态里面 此时此刻 他是一定会跟你保持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我说的是在那些 包括就是 甚至包括啊 他报道的那些名字里面的那些明星 或者是公众人物们 因为小崔目前是个什么状态 就是我说的 他在社会面就是已经是个死人了 就是这么个状态啊 没有任何的媒体 没有任何的平台 对吧 他连个嗨都不能讲 就就是这么个状态啊 所以说 我觉得啊 首先第一个啊 小崔呢是把那些人还当人 他报道的几个名字 金星罗永浩 吴冰 我也希望那些人 是条汉子 对吧 也许你就是疏忽啊 你像这个郑多燕的话呢 这个 他还尤其喜欢用自己的照片做广告啊 这个生完孩子以后 如何如何一下子就瘦下来了 你看那些明星最后都是怎么瘦下来的呀 其实就是靠泄药 尤其是最简单就王妃嘛 王妃他当时生完小孩以后的话 是靠什么呀 就吃大黄啊 大黄是什么就泄药啊 那玩哗哗哗哗哗 把你整个肠子对吧 里面那些原来都不应该流出来东西都流出来了 那么就下来了嘛 但这种东西是 他当然不是一个健康的嘛 但是但你在演艺圈的话没有办法 不是这样的话 你接不到那种演出的机会啊 对吧 但是神奇的是什么呢 神奇的是我为什么说小崔啊 这次十有八九啊 可能要铺个空呢 因为新华社 来自于新华社的这个文章 315 就是今年315啊 不是前几年啊 了不起的这个多艳寿啊 拿到了四个质量的大奖 全国质量检测 而检验性欲保障产品 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品牌 全国大健康行业质量领先企业 以及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 四项大奖 你看看人家这个公关 你看看人家这个对吧 头寸给的到位不到位啊 只要社会只有一种生 这种事情就会发生 中国是个神奇的国家 对吧 只不过现在的这个神奇的程度呢 让人有些想骂娘啊 关于减肥药 其实我想说代言的那些人 也许就像小崔老师说的 是一个疏忽 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减肥药 买的人也没有想说这个东西就一定会有多大效果 对吧 吃的人也知道 那个东西一定是夸张的成分的 有效果最好没有效果也就那样 对吧 要说实话 哪就那么容易吃个什么几条果胶就能够瘦下来 不可能的 但是呢 也许 小崔老师 是不是把人的道德品质想的太好了 你看的重的那些人 是不是真的就像他讲的就是疏忽呢 或者人家本身的那个道德品质没有他想的那么高啊 这玩意儿你知道这个 哎呀 钱这个东西哪有够啊 对吧 你任何的时候都要吃饭呢 以今天的中国 没有安全感 你说为什么有人还如果有条件不生活在中国的人为什么还继续留在中国呢 我的理解啊就是就是赚钱 赚了钱 赚了钱以后的话呢 那有一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啊 当然如果你 没有选择 那么我觉得你就什么都不要想 你就好好地过你的生活就完了啊 如果你有选择的话 那么他还愿意在中国那很明显就赚钱 对吧 等赚到自己想要的钱 那当然就是走啊 难道还有第二条路吗 当然有些人如果是他是吃的是各种对吧 体制内的这个那个的饭 可能人家走不了 走不了没关系啊 老婆小孩可以啊 对吧 现实情况也正是这样 你看看那些在国外 比中产过得更好的生活的那些中国人 哪一个不是官和这个什么那种红的那种二代啊 你基本上听到的国内的大量的被打掉的那些人 那我跟你说还有70%没打掉呢 或者说还有70%的人是打掉的那些人的 吱吱吵 对吧 你一个马仔被打掉了 那么他的老板呢 你一个老板被打掉了 那么他下面所有的马仔呢 哪打得完 钱早就出去了 还打呢 打你二大也啊 最后就反正结个尾吧 我是觉得小崔呢 这次呢应该是十有八九啊 我觉得 会扑空啊 而且呢 我觉得 本身一个应该是打大流氓的人啊 这个真是在心里面啊憋得够呛啊 你看他找了一个这样的这个 我不知道也许他背后 也有一些可能我们不知道的理由啊 但是仅以表面看起来 就是这么个减肥药啊 而且呢我觉得他应该是搞错了啊 为什么说搞错了呢 因为本身减肥药这个东西 说句实话啊 你说他虚假也是虚假 你说他就是那么回事也是那么回事 因为公众对这个产品的期待 并不像 就是有些是治病啊 就是 就是那个治病啊 救命的那种药 对吧 而且你他里面还尤其提到一句 他说这个你看 他那个广告啊 说这个什么 饭后半小时 这不就吃药吗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就是钻牛角尖了啊 就没有必要了 反正最后的话呢 就是看了这个小崔的视频的话呢 有点心寒啊 这个 所以呢 我这个 啰里巴缩啊 也是开那么一期节目跟大家聊聊吧 还是希望小崔老师的话呢 这个 呃 在保重身体之余啊 如果 想要这个抒发啊 胸中的这一口气的话呢 也找一些别的东西啊 减肥药的话呢 说句实话 我觉得真的 呃 死磕的意义不大 还有一句话呢 也许就像 小崔老师说的 对吧 他可能就是那些明星啊 就是他提到的三个名字 金星罗永浩 胡斌 看左眼啊 但是我想说啊 不要把人的这个道德品质想太高了 人都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而且在今天的 只是此刻的崔永元 这个东西就是人情的这个冷暖啊 就是你会看的非常明显 一定是所有的人不会理他的 不管他自己站出来说了十万八千句话 不会理你的 因为不理你就是正确的答案 好吧 其他不说了 就这样